日干就是一个根 这个根就表示这个求策人 老师阳盘跟阴盘都使用这种六清同一样方法 是不是 阳盘跟阴盘都是用 对这个六清的取法还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六清取法有很多 我这边是讲了这个日干定六清 但它其实还分为这个时干定六清 还有这个时命和定六清 有三种定六清的方法 他们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同学都没有跟另外两个老师学过这种方法 没有学过对吧 那这是第一次学到了 对对对全部第一次学 好那咱们接着后面的课程继续讲 我们前面说了以日干定六清 这个看的是人 看的是人 但是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以时干定六清 以时干定六清我们看的就是这个事 如果说我们要测这个人的话 我要测我的父母 我要测我的儿子 我要测我的老婆 那这个时候就是以日干定六清 然后去分析 但如果说我们要测这个事情 如果说我要测财运 我要测我的工作 我要测最近有没有什么关灾疾病 那这种情况我们就是以时干去定六清 这条可以理解吧 有些看配偶是看核杆 这个看配偶就是个核杆 这个核杆其实也是六清的一部分 还有问题的话 咱们待会再解答 我们现在接着讲咱们主要的课程 以时干定六清怎么定呢 这个跟日干是一样的 跟日干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说这边功夫深厚的话 建议不要把这两种混着用 这两种混着用的话 一定是要你非常熟练这个方法之后 你才可以混着用 如果说在前期初期的话 你混着用特别浓业 就是把自己都给断迷糊了 那种石干定六清也很简单 就是以石干嘛 现在这个石干是心对吧 那这个心就表示这个是 同我者兄弟嘛 这个跟的话就是兄弟公 然后呢 还有呢 心我克者七财 心金 心金是克木的对吧 心金克木 所以呢 这个甲乙 这都是财 这都是财 再然后克我者观鬼 火克金 所以这个功 是 观鬼 再看我生者子孙 今生水 谁鬼水 这是一个子孙 生我者父母 这个功 就是父母功 这个功呢 也是一个子孙功啊 这就跟 咱们刚刚那个一样 因为这个日干跟石干 它们都是属金的嘛 所以你排出来 它这个 六清功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的 以石干定六清 看的是是 比如说 我现在要占 占财运 怎么分析呢 或者说 我现在要占这个钱的事 这个钱的事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 能不能赚钱 那这时候 我们就看这个财的落贡 看财的落贡 如果说 我现在想占工作呢 像 想占我工作里面的情况 可以看父母的落贡 父母 父母也要表示工作 很多人说 这个观鬼 我这里有好多说 观鬼 也要表示工作的 这个观鬼 也要 它不表示工作 观鬼 也要表示观职 除非你是当官的 比如说你是个什么 公务员 像这些的话 你可以用官鬼 表示这份工作 但是就咱们平常 去上班的话 这个时候 是以父母谣 去表示工作的 这个子孙 子孙表示什么 表示娱乐 什么九十啊 宴会啊 这之内的 咱们可以看子孙姚 或者说占投资 占投资也是看子孙姚 如果说占疾病呢 占疾病的话 看的就是观鬼的落贡 看这个观鬼落贡的情况 来分析到底是什么病 这条可以理解吧 就是一个是看人的 一个是看事情的 嗯 好 那咱们接着往后讲 还有一条 实命 核定六亲 这一条就比较复杂了 这条的体系非常庞大 也是一个密传的东西 具体的用法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上次不是教了大家一个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 我第一期的那个讲座 我在那个讲座上 是教了大家 怎么占近期的一个运气 对不对 就是看石干 跟自己的一个黏命 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方法 有听过我 第一节讲座的 好 没有也没关系 咱们举个例子 我这边直接把那份资料 给它搞出来吧 我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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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一下 现在看得到吗 没有 没有分享出来 没有分享出来 稍等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预测这个近期的运势 就是第一步找出出生人的出生年杆 比如说1988年出生的 1988年 1988年的话是 他出生年杆是什么 是物对吧 然后呢再找出求册时间的石杆 石杆的话 咱们随便说一个吧 随便说一个啊 年杆是物 那石杆呢 石杆是鬼 然后以石杆为体 年命为用 去对比六亲关系 以石杆为体 年命为用 那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有好多人会说 这个年命表示求册人 对不对 有没有学洋盘的 有没有听过 年命表示求册人 是 对但是我现在要 颠覆你的一个认知啊 颠覆你的认知 那就是 年命 他并不是表示求册人 年命并不是表示求册人 首先可 我这么说的话 可能会 对你造成一些冲击 就是说 我学了这么长时间 我都是用年命表示求册人的 那你现在跟我说 他不是 那你说年命到底表示什么 我看一下这个P主 首先说一下 没有任何一本古书上说过 年命表示这个求册人的 说年命表示求册人的话 都是现代人的书在说 因为他们看到古籍的那些断语之后 他们就本能的认为 这个年命应该是表示这个求册人的 但实际上不是 我们来看这个实命 他配合取六千的一个用法 也就是说以石干为铁 就是说把这个石干 把这个当作我 那现在是鬼水 是吧 然后我年命呢 年命是土 土克水的 克我者是什么 克我者是官鬼 那这个人 也就是说1988年的 他这个人 在鬼这个时辰 去占事情的话 他说我要占近期的运势 那他近期走的就是什么运势呢 走的是官鬼运 官鬼表示什么 官灾疾病官死 就是说他最近可能会遇到这些事情 官灾疾病破财官死 能理解吗 那到底是哪一样呢 到底是哪一个灾 我们都知道官鬼表示灾嘛 那是什么灾 什么灾 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看这个奇门局里面了 比如说奇门局里面有玄武 那你就说你最近要当心被骗 因为玄武表示欺诈盗贼 当心被骗 当心东西被偷 如果遇到白虎呢 这个官鬼遇到这个白虎 那说明你最近要小心 要有斗争的事情 要有打斗的事情 能理解吗 当然了这是最基础的一个用法 我这边跟你说是最基础的一个用法 对就是看年命宫内的 最基础的一个用法 其实这套断法的话 后面还有很多很深层次的东西 很深层次的东西在里面 我现在教的只是第一层 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条断法 这个后面我会继续说的 所以我这边就是想告诉大家 不要是想当然的 觉得这个年命 他就表示求策人 好咱们接着切回咱们 好现在能看到这个演示吗 这就是六轻的一个运用 六轻的一个运用 这个是看人的 这个是看事的 这个呢可以看成败 这个是看成败和运势 近期的一个运势 好咱们接着来看这个主克断法 主克战法 主克战法呢 是以先动者为客 是以动者为客 近者为主 首先你要区分一个 一个是动一个是近啊 然后呢先动者为客 后动者为主 一个是先动 一个是后动 积极主动者为客 消极被动者为主 一个是主动 一个是被动 克为阳主为阴 这个主克在咱们奇门遁甲里面 怎么去用啊 主克战法是以八门九星为客 九宫为主 为什么八门九星为客呀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因为八门九星 它是会变动的呀 但是九宫 它永远都是固定在那里的 对不对 八门九星是会变的 九宫永远是固定的 所以这个 相比较而言 相对来说的话 八门九星 它就是动的 那九宫呢 九宫永远是固定在那里的 九宫它就是近的 所以九宫表示主 八门九 八门和九星表示客 这点可以理解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 天盘奇异为客 地盘奇异为主 为什么天盘奇异为客 地盘奇异为主呢 这一点的话 就涉及到这个排盘的一个知识了 大家有没有学过这个 学过阳盘的排盘 大家有没有学过 阴盘其实差不多 就是定局不同而已 如果说学过阳盘的排盘 你不是用软件那个 不是用软件 是自己手动去排盘的 你就会发现 这个地盘奇异的话 地盘奇异 它是每五天变一次的 每五天变一次 也就是每六十个时辰 六十时辰 它才会换一次 而天盘奇异呢 天盘奇异 它是每一个时辰 就一个时辰 它会换一次 那从它们变换的时间来说 这个五天六十个时辰 是不是变得非常慢 这个是很慢的 一个时辰变动一次 这个是很快的 相对而言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是先动 也就是天盘奇异 它是先动的 那地盘奇异呢 它就是后动的 所以天盘奇异为客 地盘奇异为主 是从它排盘的角度来说的 主客战法 在奇门盾甲里 到底该怎么去用 我们来看一下 主客战法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主要是用来占双方的事情 比如说打官司 比如我要占打官司的话 那如果就是 原告 原告是客 被告是主 打官司 我去告人家 那我是客 也就是原告 那主呢 主就是被告 因为我去告别人嘛 我去告别人 那我肯定是积极的 我是积极主动的 那别人是被告 别人肯定就是一个 消极被动的 所以客为原告 主为被告 这个时候 我们分析一个奇门局 是逆主还是逆客 就可以分析出 打的这场官司 是对原告有利 还是对被告有利 就这个官司 谁能打赢吧 具体怎么分析 看一下 主客战法重点分析 重点分析哪个 重点分析 执伏跟执史 看好 分析执伏跟执史 和其落宫的 深刻关系 这里要搞清楚 大家所记的 那个五行属性了 就这个八门九星的 一个五行属性 然后呢 会出现这几种情况 就执伏 执史 同生落宫 这个执伏指的是什么 执伏指的是 那个九星执伏 九星 九星执伏的 一个五行属性 执史呢 这个局执伏是什么 执伏是天刃 对吧 执伏天刃在哪一宫 执伏天刃 在六宫 在这个宫 然后看一下执史呢 执史是生门 执门在哪个宫 执门在一宫 然后从他的这个落宫的属性去看 那这边来就考大家几个问题嘛 看大家前面有没有去记过 天刃的五行属性是什么 就是这个执伏 这个天刃 它的五行属性是什么 好 有人发出来了 土 对 没错 天刃的五行属性是属土的啊 对 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 咱们可以看前面的 看这一页 我这边再给大家画一遍啊 我怕大家不记得 这个宫是属水的 这个宫是属火的 然后呢 这两个宫是属木的 这两个宫是属金的 然后呢 这个属土的 这个属土的 他们上面所加的八门九星 跟他的五行属性是一样的 你就说天刃 是属土的 是属土的 生门 也是属土的 好 接着往后面看 天刃属土 天刃属土 生门也是属土 看他们家的这个宫呢 天刃 加在这个前六宫 对吧 天刃落在六宫 六宫的五行属性是什么的 六宫的五行属性是属金 对吧 是属金 然后现在这个植服的落宫的话 是什么呢 是土是生金的 土生金 天刃 这个天刃这个土 生这个前宫的这个金 这叫福 这叫植服 生宫 福生宫 写一下啊 福 生宫 再看植使呢 植使的话 这是一个生门 生门是属土 他的这个落宫呢 落在这个砍宫 砍宫是属水的 对吧 这种情况 就是一个生门 克这个砍宫 这是土克水 就是这个植使 植使 克宫 那这种情况怎么分析呢 这符合下面哪一条 我们看一下 植服植使同生落宫立主 植服植使同克 落宫立刻 植服植使同被落宫克 立主 植服植使同被落宫所生立刻 那么看一下 福生宫 植服生宫 这里是一个植服 植服生落宫 然后呢 植使被落宫所生 这叫主克建立 这个不符合这一条情况 是不是 再看植使生落宫 植服被落宫所生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主克建立 我们看这一条 植服 克落宫 这个植服不克 我们看一下 福生宫 这个九星的话 它就是表示克 这个福它表示克 这个宫呢 宫表示这个主 这就是克来生主 这个是立主的 再来看这个呢 植使 植使也是表示克 对吧 就植使的这个八门 表示克 然后呢 这个宫表示主 这个又是一个克 来克这个主 这是什么呢 这是立克 立克不立主 不立主 但是这个重点 不立主 不立主的重点 比这个立克的重点要大 所以一般不说立克 直接就说不立主 所以呢 这个事情我们来分析的话 如果说占打官司 打官司的话 那可能说是刚开始的时候 植服表示刚开始啊 刚开始的时候立主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打这场官司 刚开始的时候 是对这个被告有利的 刚开始打官司啊 对被告有利 然后呢 结果 就最终 这个官司打下来 是不立主的 也就是对被告不利 所以最后还是原告赢了 如果说这个局打官司的话 刚开始被告比较有优势 但最终 还是这个原告获胜 这条战法可以理解吗 好 理解了就打个E 对不对 对不对 还有一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